被戴上手铐走下囚车 整群人当中只有他一度躲在柱子后面 还戴着口罩似乎怕被认出来 他就是犯下证金社会幼儿园狼事案的毛星教保员 一审被重判28年 回顾案件毛星教保员涉嫌从2022年7月起 在幼儿园担任某一班的老师 趁家长玩来接孩子或幼童想玩游戏时 将他们怀抱起来侵犯得逞 还恐吓不能告诉别人 而他的妈妈就是这间幼儿园的园长 也被控诉在他的包庇下 犯案时间长达一年多 北渊审理认定他设犯6起案件 包含对女童强制性交强制猥亵 以及拍摄性影像共224罪 合并判刑28年全案还可上诉 就还没有自理能力的女童下手 引起公愤也衍生出不少案件 今年7月幼儿园就职被人喷漆 短短几天后又被民众开车冲撞 但其实幼儿园去年勒令停业后 已经换了新的幼儿园进驻 也曾经发表声明 表示失资不同 无端遭受到牵连 但些孩子遇上同样情况 家长人心惶惶 北市教育局也在网站上 公布幼儿园不适任专区 实际查询能看见 谋新教保员的名字 写着依教保服务人员条例 公布资料 而同时也写上了曾经任职的机构 而检方在侦办时 查看他的手机跟电脑 发现高达600部的私密影片 另案侦办当中 毕竟女童年纪小 心理创伤难以想象 抽丝剥茧 就怕有其他的被害人 还在隐忍 不敢说出实话 TV线黄金国家曼 特别报道